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他说 若金属A 他可以 溶于这个B 这种溶液 就是这种溶液 他里面有 B的这个离子 B的金属离子 然后呢 他不溶于这种溶液 A不会溶于这种溶液 那C不会溶于这种溶液 可溶于里面有 D金属离子这种溶液 那他问说 ACD它的还原力的大小 所谓还原力 所谓还原力 就是说 还原别人 自己被氧化 所谓还原的话 就是获得电子 那氧化的话 就是失去电子 也就是说 还原力越大的话 就是自己越容易被氧化 越容易失去电子 别人的话 越容易获得电子 像这个就是了 他自己容易获得 自己容易失去电子 就是说 A加上 这个B二症 他说能够容易它 那这是金属 能够容易它 就是变成离子 就变成A二症 假设这样子 那因为他价数也没讲 不过就是我们就假设有二症 加上B 那他B 他就被还原了 那他能够容易它的话 代表呢 他容易把它给还原 自己被氧化 所以的话 他的还原力 比他大 就A 他是大于B的 那通话道理呢 不容易一的话 那代表呢 他的还原力比他大 所以他的还原力比他大 就A 就是他容易被氧化 就是他容易被氧化 所以小一 那通话这里 那这里 这里的话 他说 他不容易他 代表呢 他不会还原他 代表他还原力比较小 A C C 它是小A 然后呢 他可同于他 代表呢 他的还原力比较大 C的还原力的话 大于D C的还原力大于D C的还原力大于D 好 那他现在用手呢 ACD 他还原力的大小 ACD的话 A 它是大于C 大于D 大于D 那跟E来比的话 他有小E 所以是 E大于A 大于C 大于D 所以这个就是答案 E的还原力大于A A的还原力大于C C的还原力大于D 所以答案就是这个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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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